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 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 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 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 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 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 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 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 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 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 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好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在严监管与经营成压之下 保险业的资本热度一降 但来着一些嫌弃股东层面的变化 人值得关注 记者据监管部门官网公开批复的信息统计 2023年共有6家保险机构或准开业或筹建 有12家保险公司或批股东股权变更 透过这些变化 也能看出进入或退出保险行业的资金动向 都加先起变更股权 据记者梳理 2023年新批准开业的保险机构 包括中汇人寿 瑞中人寿 海港人寿 中国与业互助保险社 中优保险资管公司 2023年获批筹建的则有生能猜险 最新消息显示其一注车成立 从新社保险公司的股东情况来看 国资背景成为主流 在股东变更方面 2023年获批股东股权变更的均为中小嫌弃或外资嫌体 包括花泰保险集团 长城人寿 动物人寿 国人保险 海保人寿 德华暗故人寿 财信吉祥人寿 京东暗联财险 亿暗财险 花贵人寿 永城保险 长江财险 据记者梳理 受让这些先起相应股权的共计有17家企业 其中8家企业为保险公司新股东 包括5家国资背景企业和3家民营企业 在增资扩股方面 2023年12月 长城人寿 获批注册资本增加至62.19亿元 此次增资由原有股东 以及新引入的两家国资背景股东认角 其中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中国承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 毕竟的原始插海房屋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为北京的原型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 毕竟是西城区国资委 财信及祥人寿 2023年的增资通过 向三家企业蒸发股份 实现出两家原有股东出之外 还包括新增股东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 该公司 为湖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资讯公司 应和退出 保险公司股东应和退出 根据2023年保险公司 股东股权变跟信息分析 可以看出有几类情形 首先是国资背景股东 内部的划转类转让 比如长江财险 永称保险 国人保险等 2023年3月 原湖北英报监局批准 长江财险股东变更 精神和监管批准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将持有的长江财险 2.4亿股股份 划转给国家能源集团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划转后 国家能源集团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长江财险4.08亿股 持股比例为22.5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不再持有长江财险股份 类似的还有国人保险 原股东 深圳市罗户引导基金 投资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国人保险 全部股份5.46亿股 无常化转至 深圳市罗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户引导基金 投资有限公司 不再持有国人保险股份 其次是出于投资考虑 比如花泰保险集团的原地 二大股东军政系 将持股全部转让给外资安达系 此前军政集团公告称 出清股权系考虑 在花泰保险集团的战略投资 实现了预期中的理想回报 据军政集团2019年11月公告 当时该公司集权自治公司 军政化工合计 持有花泰保险集团 89912万股 股份 占总股份的22.3568 你全部转让给安达系 交易总价合计约107.8944亿元 据记者估算 军政系2014年开始入股 华泰保险集团 拿到22.3568股权 总耗资约65亿元 第三是自身存在的债务压力 比如上海硬血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所持 京东安联财险 5361.3万股股份 对应3.33%股权 金元广东 英保监局批准转让 给安联保险集团 转让后 安联保险集团持有 京东安联财险股份 约8.59亿股 持股比例为53.33% 上海硬血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在持有京东安联财险股份 该部分股权交易 经过公开拍卖 和竞拍程序实现 而股权拍卖 源于硬血投资的债务纠纷 此外 还有问题机构的风险 处置情形 2023年5月 原英保监会皮肤同意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受让一安财险 是一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100% 银子节等元 其家股东不再持股 穿透监管指向乱象 为解决近年冰生的乱象 保险公司也进入了 规范治理的盐监管之列 保险公司股东的准入 有着较高门槛 并有穿透要求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 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发布的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2023提出穿透的阻止思想是 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 看本质 看着本来原方的基本特征 看创新业务的本质属性 从本原制理出发 避免风险的机具 本质是将监管关注的领域 进一步前置化 从风险原入手 提高交易透明度 避免市场参与者 通过合法的形式来掩盖 实际上突破监管规定的行为 该报告还提出了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即如何把握穿透的内涵与边界 该报告称 如果只是用好股东界定好公司 在实质上会形成 对前起自理和市场竞争的否定 因为经验总是 滞后于变换的现实条件 除了刻意比较容易的鉴别 出现而意见的坏之外 对什么是好很难把握 如果自理和竞争失效 好的要素也还是会做出负面的行为 而将责任追溯到资本要素本身 也是鼓励股东强化对公司的控制 这又不利于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原题为资本放缓追逐 脚步掀起股东退出又和引擎 正在举办中的第四十届 圣诞师电影节 日前迎来一位电影新人 名为新的话的短片 讲述一名被痛欲绝的儿子 试图完成王母遗愿的感人故事 演出原表上 刀印的名字写的是 玛丽亚安玛丽亚 其实是这位1998年出生的新人导演 闯荡影坛时用的一名 她刻意省去了原名中的姓是奥巴马 玛丽亚安在第四十届圣诞师电影节红毯上 图片来自圣诞师电影节官网 没错 今年25岁的玛丽亚安是美国前总统 巴拉克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的大女儿 早在十年前就上了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青年榜单的前25名 202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 她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HBO剧集《都市女孩girls》剧主赫哈威·威恩斯坦的电影公司里当过实习生 近年她以编剧身份加入亚马逊原创剧集《疯群斯坦》 随后便在该剧主创新二代唐纳德格洛弗达大纳格拉夫的帮忙监制下 自编制导完成了短片作品新 此前该片已在2023年的美国特留赖的电影节和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做过展映 还在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真人短片奖 这一次她又亲自带着该片来到了第四十届圣诞师电影节 美国剧情短片单元进行推荐 人生第一次正式走上红毯 非常感谢圣诞师给我机会与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希望观众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它能让你感觉到不再那么孤独或是至少提醒你 千万不要忘记身边那些孤独的人 玛利亚安奥巴马在短片放映前登台介绍说 有趣的是和玛利亚安奥巴马一样 美国政坛的另一位前提一千金切尔西克林顿 如今也在好莱坞谋生 已经以执行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六期不影视作品的制作 说起来他们两人都毕业于花圣顿特区 鼎鼎大名的斯利希德威尔六一中学 两个曾经的美国第一家庭 如今不远而同在好莱坞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 切尔西克林顿和妈妈希拉里一起担任监制的阿拉伯语 纪录片被鲁特的阴影 In the shadow of the world 还代表爱尔兰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不过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 无缘今年的小惊人 而奥巴马夫妇担任监制的音乐人 传记纪录片美国交响曲 American Symphony 却已从境界奥斯卡有提名资格的总共167部纪录片中 透映而出作为事物 不出选过关影片 进入二轮提名 并且有望出现在1月23日宣布的奥斯卡提名名单之中 各地文旅龙年从龙开始卷体 从今同梁火龙万里北上线 议会是耳兵飞龙护龙大军前来报到长安起源 人类总选择最安全 最中庸的道路前进 群星就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幻梦 埃萨克·阿西莫夫·埃德·凯斯马夫说 但是技术超前治理 技术会伤害社会 治理超前技术 治理层子上谈兵 技术和治理之间是不能拉开差距的赛跑关系 2023年前沿技术加速发展 各地密集发布各种未来产业支持政策 同时科技伦理和数据安全管理 也举得重要进展 5月到9月 科技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 实行和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等重要文件 2024年会是地方落实科技部 科技伦理政策的一年 也是未来技术将持续发展的一年 那些城市在发展未来产业时 融入了治理的意识 那些城市又出现了新的治理模式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以省会城市和2022年GDP 达到万亿的40个中国城市为样本 通过分析这些城市未来产业的政策文本 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发展未来产业 哪些城市有治理意识 衡量科技治理意识的方式之一 是看城市政府是否在产业政策中 融入了与科技伦理科技安全相关的内容 在40个样本城市中 有14个城市专门发布了指导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 其中经由北京、上海、成都、苏州 4个城市的未来产业指导文件 有涉及科技伦理治理水平提升的表述 另外天津和南昌的未来产业政策 由区及政府发布也提到了科技伦理 本表由作者通过手工搜索 10个样本城市的相关政策绘制而成 分析这6个关注科技伦理的城市的政策文本会发现 城市投入伦理建设的程度 受到既有未来产业水平的影响 未来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 往往突出系统性建设 而未来产业还处于其不阶段的城市 则倾向于强调局部建设 提倡自觉自治 未来产业以达千亿的北京和尚 上海强调将科技伦理贯穿 产业发展全过程和数据安全 产业安全和伦理制度建设 未来产业出具规模的成都和苏州 电名建设服务机构 要求加快专有领域的伦理研究 而未来产业还在起步的天津和南昌 更关注加强伦理审查的创新力度和自觉自律 以上规律体现了 治理未来产业先发展 在治理的总体思路 同样体现这个思路的还有南京 南京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三步走的目标 2022年启动先导区建设 2023年组织公关关键项目 2024年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监管政策 伦理道德保障保险的研究 当然产业政策中没有设计伦理表述的地区 不代表在科技治理方面毫无建筑 广东省集成面发布了广东省关于加强科技 伦理治理的实施方案 深圳则推出了深圳市关于加强科技 伦理治理的弱势方案 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省集条例中 也有不少纳入了与安全和伦理相关的条例 城市科技治理聚焦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 科技治理应面向所有可能会产生安全 伦理风险的未来技术 而目前争议主要存在于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 两个专业领域 在40个样本城市中 29个城市发布了针对生物医药的产业政策 其中12个41%是提出加强伦理审查协作机制 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 加快推进医院间和区域内的伦理审查 查结果互认等措施 并有21个城市推出了针对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 其中11个52.4%提出建设科技治理框架 从人才培训法律研究等方面发挥治理作用 这些数据都显著高于科技伦理 在未来政策中被提及的比例 可见大部分城市及的科技治理 还集中在专业领域和生物医药相比 人工智能领域的城市治理发展更显著 以上海为例 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首部審计 地方性法规上海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 有专门的一张谈产业治理与安全计划 探索分极治理和杀核监管 设立人工智能轮理专家委员会等 2023年上海环提出针对大模型测试建立 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兰告诉 澎湃新闻 在中国以AI领域为代表的技术治理分为三个阶段 在回应是治理模式阶段 2017到2022年 国家本则包容神圣的态度 主要出台针对具体问题的软性规则 在集中治理模式阶段 2022年至今 针对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问题 采取政府多部门联手集中解决的模式 在敏捷治理模式阶段 应由政府主导 同时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互动 被治理对象自下而上的参与动态治理 基因技术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郁含之以基因等生物技术为例 也谈到了多元治理 中国的基因测序市场仍然需要规范 基因服务如何保障数据安全 数据交易如何规避伦理问题 如何保障基因数据解读的科学性等问题 期待解决 而这些问题动态的发生在市场中 因此相比单向的等待政府通知市场 根据技术更新的一线消息 主动参与治理是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市场和社会对多元治理也有所期待 不少科技公司成立伦理委员会 其中杭州和深圳德企业居多 2020年商堂科技成立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委员会 2022年阿里巴巴成立 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 强调三方监督 2023年有 报道 称蚂蚁集团大模型研发团队 将投入20%左右的技术人员建设科技伦理 并将与高校合作打造科技伦理知识体系 高校和研究机构 也积极参与城市科技治理 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复旦大学成立 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 2023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与西南大学成立 辽科技伦理学会 这一年中国信通远环发布 热认公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 2023年反思先进技术的安全伦理 隐患这些行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市场和社会参与科技治理的兴趣 但这些有效而上的尝试 如何与各级政府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 从而有机融入政府主导的治理框架 还有待观察 一手技术一手治理 未来产业要健康发展 两手准备缺一不可 但无论是政府及约市的管理手段 还是社会高度参与的治理模式 都尚在发展之中 新年城市科技治理将有核心局 拭目以待 疑似是各城市的名单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石家庄太原西岸济南 郑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 杭州河飞南昌 福州武汉 长沙 成都 贵阳 昆明 广州 海口 南州 西宁 呼和浩特 乌鲁木齐 拉萨 南宁 银川 深圳 苏州 宁波 青岛 无锡 佛山 泉州 南通 东莞 城市因集聚而诞生 一座城市的公共政策 人居环境 习俗风气塑造乐视民生活的底色 澎湃城市观察 聚焦公共政策 回应大众关界 探讨城市一梯 明 Anch'ю